今天全球都有醞釀反彈的味道 像道瓊指數 在我們剛剛即將開盤之前 一度還彈了300點 可是觀眾朋友看日本股市 日本股市今天 台北股市今天大彈 日本股市今天跌了733點 今天收最低 而且觀眾朋友 我們再給你看K線 破濁低 昨天大家都留下隱線對不對 日本也留下隱線 可是日本股市今天直接灌破 所以今天再度收下新低 關鍵是日圓 因為日圓昨天一口氣 就升了3塊5毛6 這個升幅也是非常驚人 所以日圓往下是升值 日股往下是下跌 所以目前日本的一個貶值紅利 在中美貨賓競爭當中 出現了一個重大的轉向 可是觀眾朋友這不重要 重要的是觀眾朋友 我們給你看看一張圖 這家圖叫做日本銀行 它的代號叫8301.jp 你可以從雅虎 Finance 都可以看這家公司 觀眾朋友我告訴你 所以日本的央行是公開發行 有上市的 你不要以為說怎麼可能 觀眾朋友瑞士央行 也是公開發行有上市的 所以基本上這個央行 沒有說不能上市 可以上市 這是日本央行的股價 觀眾朋友我們看日本央行股價 這一波是從2012年13年開始 日圓貶子 兩波次機 從76貶到100 從100貶到120 這一波當然嚇壞大家 也給日本的經濟 帶來很大的注意 但是這一波不夠力才來第二波 適得其反 反而出現了日本股市 跟資產的一些相關壓力 我們看到第一波的貶子 其實日本央行股價是狂飆 從原來的美股29000 飆到9400 安倍這一劍射到了這個 重點了 日本央行股價狂飆 可是觀眾朋友自從到2013年 建了高點之後 我們看到整個日本央行股價 是一路往下 甚至在過去兩天 他破大底 觀眾朋友注意到 因為日本股市並沒有那麼弱 日本股市只是 我們往前看 日本股市只不過是頭部剛完成 可是日本央行 是已經創下波段新低 這是日本央行股價的走勢圖 這是日圓的匯率圖 所以我們知道 日本股票跌這樣子 觀眾朋友你會知道發展事情嗎 宏達店從1400跌到600塊 你不知道為什麼對不對 等600塊跌到300塊 發現財報轉贏為虧 跌到100塊發現賠一個股本 跌到50塊 發現宏達店一隻手機要賠457塊 觀眾朋友股票會說話 日本央行崩盤的原因 我們把日本央行的資產負債表 給觀眾朋友做報告 因為過去日本央行QE非常激進 因為怎麼印鈔都沒用 日本人都是老先生老太太 像我們的阿輝伯 那個日本人 都是老先生老太太 只會動嘴巴不會消費的 所以他幹嘛買股票 過去這段時間 日本央行的資產負債表當中 光是跟股票跟ETF有關 就高達7兆日圓 大概是600多億美金 換台幣加起來2兆台幣 可是問題是 觀眾朋友日本股市在崩盤 那怎麼辦 觀眾朋友跟我們觀察 因為日本央行的資本 是完全負擔不了的 所以理論上是日本政府 要撥預算來補充央行資產 本來好意思 日本央行印鈔鈔票把資產拉高 那經濟復甦 先反過來了 日本央行可能成為日本政府 最大的脫油瓶 所以日本央行股價崩盤 到底我們怎麼解讀 歷史上有央行破產或倒閉的紀錄嗎 您能觀察 歷史上沒有對不對 但也並不表示說將來不會有 事實上是有 像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 德國的威馬共和國的帝國銀行 對不對 它後來就倒掉了 而希特勒把它給 幹掉了 咔嚓這樣搞掉 日本央行 日本央行這是很大的問題 問題是在什麼地方 就是日本銀行的貨幣政策 其實都在抄襲歐美的貨幣政策 而且抄襲得不倫不類 我跟大家看一下 黑庭東業 把它這一波的量化寬鬆 它叫做義次元緩和 義次元緩和 什麼叫義次元 我想來想去都不曉得該怎麼形容它 我們人一般來說 生活在三度空間 有平面的 有上空的 就是一個條線到一條面 到一個立體空間 對 底線面 一次元就是一次空間 二次元就二次空間 三次元就三次空間 義次空間 基本上意味著 人類很難理解的一個空間 後來我想了一想 義次元的空間只有兩種情況 第一個是天堂 第二個是地獄 就是幽民世界 是投機客的天堂 然後小老百姓的地獄 這就是黑田通電的義次元鬼話 中元節聽得好恐怖 今天晚上多少點之前 因為你可以看出來 這個前幾件日本央行的 日本銀行的總裁對不對 這個豎腿優勢的時候對不對 五年之內 印鈔了41兆 對 第二屆他覺得太 前一屆太多了 福田救援的時候說了17兆 對 第三屆 再來白川芳明的時候 五年之內對不對 印了46兆 他下台的時候對不對 就講 日本不能夠再繼續印鈔了 但是 日本央行人真的很壞 就是每一個走財 我印完你不能再印 好 那我幹了 我印完你不能再印 日本人好壞 白川芳明是 壞事就我能幹 你們都不能幹就對了 白川芳明是說 我做了很多壞事 你們不要再做壞事 後面每一個都做 這個贖罪的心理 結果黑人東院不管 他幹了兩年多下來對不對 就已經135兆日圓了 變本加厲 他這個問題大家都知道 日本央行最大的客戶就是什麼 日本的商業銀行 日本商業銀行現在是很大的問題 你可以看出來一件事情 日本商業銀行基本上 他的這個舉債成本 跟他的放貸成本 其實已經變成富了 一般銀行 商業銀行做法是說 這個借出去的收入對不對 來抵消他借進來的這個收入 利息支出 然後他才有這個收入 你可以看說日本最大的 這個三菱東京銀行 已經是富的了 然後三井這個駐紋銀行 高一點點 然後這個日本新鮮銀行 也是富的了 那更重要一點是 日本的利息壓力這麼低對不對 但是他的國內投資的這個意願 還是非常低 你看2011年的時候 當時這個日本的這個銀行 海外負 海外這個貸款的比率 業務大概佔不到百分 大概將近五分之一 但是2014年的時候 已經破了三成了 也就是說日本銀行 主要是靠海外的這個業務 來賺錢的 那這個你再看看 這個日本的這個 十年期的國債 其實基本上已經趴在地上 就是說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 其實跟... 其實比這個我們央行的 可怕更慘了 他的彈性已經更小了 那就是日本這個長期學美國 這個所謂的公開市場操作 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除了買自己國債 美國每次叫日本試試看 日本是美國的實驗場 我說實在話 所有的政策 美國人因為德國人 才不理美國那一套 英國人 法國人才不理那套 英國人說我還是你美國人 祖宗叫我實驗 日本人就乖乖的 美國叫他實驗什麼 我跟大家講 對 公開市場操作 是這個人發明 第一次世界大戰 美國美聯儲紐約分行的總裁 叫做班澤民 史特朗 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 美國是戰勝國家 歐洲國家經濟都不好 大量的黃金對不對 就湧入到美國去 美國這個美聯儲就被迫 必須增加鈔票的發行量 結果就造成美國國內的通過膨脹 還有美國商業銀行 因為錢太多了 沒有人來借錢了 事實上到處都是錢 那班澤民 史特朗 都發覺不對勁了 收回 他就決定了第一件 他把美國這個美聯儲紐約分行 所有的國外的債券 通通賣掉 收回美金 隔著這個大西洋對外 有一個叫做凱恩斯 嚇了一跳 他就發覺這個班澤民 史特朗 太厲害 這個狠角色 雖然他那個時候 才只有四十多歲 他是美聯儲 這是美聯儲的這個制度的起草人 這個美聯儲成立以後 紐約分行的這個行長 一直剛剛幹到死為止 對 他這個凱恩斯就發覺 班澤民 史特朗 在搞美元本位政策 為什麼 不斷的吸納黃金 然後把其他各國的債券 扔到市場去 那變得很不值錢了 將來只有美國美元 美國的債券才值錢 所以我的意思說 學公開市場操作 要記得這個 當初班澤民 史特朗 是怎麼幹的 現在中國大陸對不對 也開始調節他的資產負債表 他開始把國外的債券給弄掉 狂丟了 他就曉得對不對 我不能夠把我的儲蓄 借給外國人去消費 你可以看出來歐洲國家普遍 他的貨幣儲備裡面 黃金幾乎都佔了50%以上 日本央行是全世界央行裡面 大經濟裡面 黃金所佔比例最低最低的國家 其次就是中國大陸 現在大家都發覺問題慢慢大了 所以中國大陸開始調整 再加上中國大陸前幾年 利密買進了很多黃金 那就不曉得 日本央行什麼時候能夠覺醒 好 院老師我們觀察到 因為現在有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日元狂生 另外就是歐元狂生 觀眾朋友注意到 德國人是因為希臘的問題 把歐元壓得低低的 有利於德國 義大利 法國的工業 跟製造業復甦 可是現在因為金融海嘯來了 這個歐元一代狂生慘了 德國就沒有更多的貿易盈餘 來援助歐洲各國 所以這一波市場 我們先不要款小貨幣 剛剛講中美 現在講美日 這一波的一個歐元大反彈 或日元大升值 其實後面隱藏的變化更大 您的觀察 我剛剛也說過了 這個我們這個世界上 現在在這個經濟發展當中 其實變成了不同階段的班級 這個工業生產能力特別強的 大概在歐洲就是德國了 在亞洲地區就是日本 真的是經得起考驗的 我們其實工業程度上 跟日本有一段很大的差距 沒錯 他們這兩個國家相較而言 比那些能源大國 像這個中東那些國家 或俄羅斯來講 它的工業的產值基礎是比較好的 對 現在的話 因為那個態勢很明顯 因為人民幣主動的貶值的結果 就是感覺到中美兩國之間 確實是有一個貨幣戰爭 煙消味很濃 對 所以大家在找尋這個 所謂的這種臨時的避風港 要找一個定盟的貨幣的話 很自然暫時會移到歐元 德國代表的歐元 對 主要是以這個 德國跟日本作為代表 所以這個現象發生 是可以講理解 那會不會因為貨幣升值 把到優勢給抹掉了 那當然 所以說現在德國的股市 跟日本股市 掉得一塌糊塗 對 就是這個道理